陶傑停車場旁的這塊空地 竟然出現殺人鋼絲 讓這位民眾經過時 雙腿瞬間被鋼絲割傷 馬上見血 沒有看過停車場 周邊有在放鋼索的 當時我也沒有跌倒 我就是感覺 我跨上去之後不對 但是已經刮了 下來又刮了一下 造成那個傷勢比較嚴重 民眾說自己經過山 鼻站旁一處停車場 當時晚上光線不足 視線不佳 只是跨過圍住停車場的矽鋼索 就慘遭割傷 瞬間便搏叫 最了解的這塊地 疑似是桃園市政府 捷運機場的用地 未來會規劃商場 男子也質疑 既然是政府單位 去委託民間經營的 為什麼沒有去監渡現場 我們也會要求 如果加強燈光的部分 能夠更明顯 讓民眾看到 希望他們是從出入口出入 民眾受傷的部分 我們也打電話 跟相關的傷者進行慰問 那我們用繼續保險的方式 對他做一個補償 走在路上竟然也會被鋼絲割腳 看來行走時 還是要眼觀四面 避免意外上升 記者劉志展李廷熙 桃園採訪報導